在红军最艰难的时刻 他们不屈不挠 听党指挥 他们像一把尖锐的匕首 插进敌人的心脏腹地 他们是前腹后继的火种 展开游击战 开辟根据地 他们是红军的风骨 打不垮 脚不灭 催不回 他们是经过血与火 淬炼而成的钢铁之师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 1936年9月 风云再变 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件 立即转身 策动对南方八省游击区的清脚 1936年12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蒋介石同意停止剿共政策 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 然而他仍调集六个主力师 两个独立旅 集地方保安团 共43个团 对挺进师进行第二次围剿 由乡军出身的刘建旭 出任闽浙干碗边区主任公署长官 挺进师在素玉指挥下 针对敌人大拉网的战术 采取与敌人相向对劲 一地而战的打法 你要我的山头 我要你的后方 1937年1月 国民党军开始向泰顺游击边区地 发起进攻 泰顺军民配合挺进师和地方游击队 展开了反围剿斗争 1月底 刘英素玉率领中共敏这边临时省委机关 和挺进师部队 在泰顺丰文村整编部队训练干部 并重建红军第十九师 就在红十九师成立后的第六天 国民党三个团 三千多人分数路前来进攻丰文 地处浙南游击根据地中心的封文 周围骑风林立 山高谷深 小气候瞬息万变 素玉和刘英决定 利用有力地形采取打伏击的策略 诱敌深入 伺机兼敌 1937年2月6日 封文战斗开始 敌人利用武器装备和人数的绝对优势 向红军阵地发起蒙攻 继而 后续增援部队陆续赶到 挺进师主力部队主动撤离 由于通信员迷路 挺进师第二纵队没有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 四面的泥人陆续向他们包围过来 进退为古剑 富有戏剧的一幕发生了 山上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雾 突然来一个雾 就山下都倒下来都看不见了 都看不见了 诶 这时候雾倒下来 旅游同学说那好 这个就是你 雾你拥护我们了 那么这个就保护我们了 支队长余龙贵果断下令 悄悄撤离 部队沿着一条干涸的溪坑向南冲去 此时距离敌人只有一百米左右 听到行军的脚步声 敌人吼道 哪个部队的跑什么 于龙贵听出来是民北口音 于是让民北级的战士回答 自己人共匪跑了快追 敌人信以为真并没有开枪 红军一口气跑了十多里 摆脱了敌人的包围圈 然而此时敌人从南北两方面陆续赶到 两股增援部队隔着大雾 都以为对方是红军 于是双方互相猛烈开火 形成了狗咬狗的局面 打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发现是自己人上当了 泰顺风文战斗 是挺进师在闽浙边区与敌作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挺进师不仅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而且也在第二次反清剿期间有力打击了敌人 共产党是会飞的 但不是靠翅膀 而是靠两条腿 要知道 当年苏玉在党员登记表有何特长一栏里 他简约地写下三个字 跑长路 但是天天兴军在飞 每天飞兴军不扣 这时候我们曾经的 一天兴军到过一百八十发力 等于是小宝宝 一百八十发力就是九十公里 还打个武装 那一天打个武装走过一百八十发力 你现在怎么去散乱 那就是根本不在乎下 因为运动战士是最基本的要求 你说长征时候就有二百四十里 他这个一百八十里是经常的现象 一百八十里相当于九十公里 马拉松才四十二公里 相当于一天两个马拉松 但那个吃穿又没保障的情况下 那就需要消耗体力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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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